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嗎?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緣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好,大家好 袁先生上兩集已經幫我們提過一位同類療法醫生 Dr. Boland 他在二十年在英國Glaser的同類療法醫院上 對肺炎有二十年的臨床經驗 幫我們分開肺炎的時候出現了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一般的沖血 當時我們也介紹了四種療劑給大家認識 有烏托Acne Beladonna Din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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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rrofosrate 和Ipica 另外第二集就提到第二階段 通常就是染病之後 是24小時後才發覺到的 亦都介紹了四種療劑 就是Beladonna Ferrofosrate 綠泥露 和白屈草 這些四種療劑 應該現在去到可能一些 已經再比較嚴重的情況 第三階段的時候 知道很多時候這方面 可能會問題大一點 是嗎? 賢醫師,麻煩你幫我們講解一下 其實一般的肺炎就是有幾個階段 但都很清晰的 由你的充血、水腫期 去到我們叫做Hepatization 即是肺炎已經變得乾氧化 即是已經很明顯了 接著就是Consolidation 即是灰灰了 最後就是Resolution Resolution是消減的 其實正常的過程就是這樣過的 通常大概十天、八天左右 一般肺炎就會這樣 很清晰的、很容易搞的 但有時候我們遇到的肺炎 比較上是複雜一些的 尤其是病人本身已經有所謂 本身的有病 有一種長期的病患 或者是平時喜歡喝酒喝得多 體質已經搞壞了 很多時候我們這次都聽到 很多危險的人 就像這些老人家 老實有糖尿 喝生臟病 吃很多藥 或者本身已經有癌症 變了時候 他們的康復能力是弱的 所以他的肺炎的發展 亦都會不同的 好了 Dr.Bolin當然 以十年的經驗來講 他什麼肺炎都處理過了 今次我們跟大家介紹 他建議有六種療劑 處理比較複雜化的混合型 即是比較有病發症 病發症 激手一些的肺炎 好了 第一個療劑叫做Baptisia Baptisia 中文叫做野定草 好了 簡單來講 Baptisia 主要的發炎 是比較嚴重一點 通常都是比較慢慢來的 即它不會出現太大聲 通常是比較慢一點的 那麼那個野定草 那個主要那個 最容易顯得的症狀呢 就你看來那個人呢 那個臣子是真的 是溫溫彈彈的 好像在一個霧裏面一樣 這個很明顯的 其實他的腦筋是外製的 OK 又想不到東西的 你叫他回答問題 永遠是回答不出的 回答不完的 當然很多時候 你是很難在病人的口中 問診裡面 拿到足夠的治療 但是你看到 他說話是慢吞吞 慢吞吞 就是 私後 都好像想不到這樣 OK 還有他有時候 就飄忽到 有時候神分之軟 有時候你說一下 就好像睡著了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 野定草 那個人呢 一看下去 他的腦袋是溫溫彈彈的 的腦袋 好了 但溫彈得來 他的身體呢 雖然是外製 他的腦袋是外製 但是他的身體 都是很不安的 是動動的 因為他覺得是有一個整體性的一種冤痛 OK 整體性的冤痛 對他來說 尤其是他會覺得 告訴你 他的手臂和腳是很不舒服的 OK 他也希望要經常動動動動動動 不斷地動動 來找一個舒服的位置 他會告訴你 唉 當然 將床很準硬 周身不聚財 動來動去動來動去 好 還有一個很明顯的症狀 或者一定床的病人 通常都是 膚色都是青青白白的 他不會有 好像其他的療劑 很紅 暗紅 鮮紅 通常都是灰灰白白的 OK 而且是有一種 那種呆滯 還有是浮浮種種 那個面青青的東西 眼當然是很沉重 有時候很多時候 眼睛差不多是半開半合的 嘴唇都是青白的 很多時候你會發現 嘴唇邊有很多 骯髒的口水 在那裡 聽到口 通常是很口臭 還有很乾很乾的 如果看一條舌頭 看到通常是啡啡的 啡啡的舌頭 尤其是中間那裡 可能初初是開始黃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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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越來越變得啡的 那個舌本身是很乾的 尤其是你摸下去 覺得很乾很乾的 雖然你會看到 那條舌頭是很乾的 但它們也不是很嚴重的頸殼 如果你讓它喝 它也會少少喝一下 所以它也不想不要煩它 雖然它看起來很乾的 你看到皮膚表面 通常都是很熱的 還有濕濕的 是濕潤的 還有病人經常都說 那種不安的那種潮熱 一層一層的熱力 是經過它的身體的 還要記住 在這種濕濕的汗裡 通常是泛出一種 很重 和很臭的一種 味道 很多汗氣 好了 那 那 病人本身 它的主數是 它覺得心胸 有很大的壓力感 因為這種感覺 它們很怕是躺下的 因為如果它躺下的身體 會加強這種感覺 那它的感覺 它們就快 差不多要窒息 好了 那這種感覺 你問清楚一點 它會告訴你 這種感覺 就不是說我們的心 那個肺部 那個肺腔那裡 一種壓力 它會覺得是肺裡面 不是胸口 不是胸膛那種壓力感 是肺裡面 好像是受壓的 這種感覺 就不是一種 不只是胸膛那種壓迫感 而是說疫情 是肺裡面的壓迫感 好了 它們的痰的方面 比較少 和黏的 很難吐出來的 OK 但是你聽它的胸膛 就是有一種這樣的雜音 它會聽到的 在某程度上 那個野定草 那個陣形 就是好像嚴重的 Brownia 嚴重的Brownia 那個陣形 OK 好了 這個是野定草 Bactisia 另外一個療劑 我們叫做Pyrogen Pyrogen Pyrogen 是一種叫做熱源 其實那個療劑的來源 是對以前的人 身體裡面的血毒 就是那些農液 將它提煉出來 成為一個療劑 但是大家不用聽了 你知道 所有療劑 都經過稀釋 到天文數字的稀釋 是不會有原來的成分 好了 熱源這個療劑 拋磚這種肺炎 是比較野定草 Bactisia 是離得快些 OK 還有那個 神智方面 都是會不同的 OK 有時候你會看到 這些療劑定草的病人 是比較多話說的 不停地想說話的 當然也是很沒有耐性 講話說得快 講很多 這樣 也都是 很多時候 它是比較敏陣的 Bactisia 就不能敏陣 因為那些外圍制 要溫溫等等 OK 但是那個Pyrogen 那些外圍的病人 是很嚴陣的 很嚴陣的 OK 還有那個 那個表面方面 你可以看到 有些 那個熱源 都是比較 有些 紅紅的 泛紅的 跟那個Bactisia 那種 那種 青暗是很不同 OK 好了 任何我動動 咳嗽或者什麼都好 它就會令到那個 面色會突然之間 紅一紅起來 OK 跟著就變了 暗紅一點 這樣 好了 那這些咳嗽 一陣陣的咳嗽 會令到 那個血色 那個面色 是不斷地 又紅一下 又暗一下 又暗一下 這樣 體溫方面 也是高很多 通常 那個熱源 那個名字 顧名思義 熱源是很熱的 所以 它通常 體溫去到104 華氏 105 通常 有很多的熱汗 出的 你的熱源 高溫 熱的 還有熱汗 好 舌頭方面 兩者之間 Pyrogen 熱源 和野定草 都比較難分 少少 大家都很乾 大家有 啡黃色的 離胎 有時候 你會看到 熱源 病人 的 舌頭 是有少少 比較紅 但大家都很乾 而且 很口渴 好了 這兩類的病人 那種熱潮 都是一種 一種 一種 但在二元 通常 熱和凍 是交替 突然很熱 然後有一種很寒涼的感覺 大家有種交替 冬熱交替 冷熱交替 兩個療劑 都有一種痛楚 整體來說 人很痛的 正如你所說 他會覺得那張床 真的很不舒服 硬撞 所以 輾轉反側 走來走去 都企圖找一些 舒服一點的 位置去睡覺 也有時候 他覺得 都不知道 手腳 不知道放什麼地方 也好 這兩種的症型 都是有這個的 好了 還有一個 熱源的病人 肺炎 通常 他會告訴你 他病的痛楚 最初是由一隻腳開始 由一隻腳開始 慢慢慢慢向上 所以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這個症狀 好了 在胸膛的症狀 就是胸厚的症狀 熱源的人 都告訴你 是一種一般性 廣泛性的 胸壁 是一種壓迫感 還有 胸壁 是一種 冤冤的痛楚 冤冤的痛楚 還有 呼吸方面 熱源的病人 通常來得很快 很淺 但來得很快 痰液方面 熱源的痰液 比較多 但也有一種痰性 而且大部份都是二十五分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特徵 熱源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 密博和體溫是有一個距離 一般人來說 體溫的溫度一升 你的密博會快 但熱源這種症狀 這種病人 他很有趣 他是不對稱的 當你的體溫高的時候 他的密博未必相應快 可能慢了些 如果你發現到這個症狀 這是一個熱源的 一個很好的指示 這是一個最主要的特性 是的 好 先聽著兩隻療劑 我們待會再回來 繼續我們今天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肺炎的同類療法三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這裡這裡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買了回去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歡迎回來第二節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肺炎的同類療法三 如今先生上一次就幫我們介紹了兩隻療劑 麻煩你可不可以再繼續幫我們介紹其他療劑 接下來介紹了一個療劑 是叫做Lacasis Lacasis 是南美蛇毒 串法是L-A-C-H-E-S-I-S-I-S Lacasis 南美蛇毒 南美蛇毒 與野定草Bactesia 與Pyrogene熱源都很相似 通常很容易在冬天 臨尾和春季開始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南美蛇毒這種肺炎 比較上是容易看得到的 南美蛇毒整體的症型 那些病人都是一種很毒的 那個人就是溫溫彈彈彈 尤其是很多是喝醉酒的人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 在蘇格蘭、格拉斯哥 天氣很冷的 所以很多時候 每個人都喜歡喝酒 喝威士忌、白蘭地 因為那個天氣關係 所以可能在當時的 Dr.Bowling的經驗 很多這些病人本身是一個醉酒鬼 很喜歡的 我發現這個療劑 很多時候好像是對他們特別 好像是對用一些 所以你看下去 他都是浮浮種種 浮浮變 那個人就是種種漲漲 他說話都是不清晰的 他說話都是很不清晰的 可能說了一下之後 一半又說了一下 說不出的 之後都是醉酒 你看我醉酒佬 在表面方面看到 當然 這個藍美石頭的病 通常都是青青的 沒有什麼血色的 還有那個嘴唇 都比較浮腫 還有對觸摸是很敏感的 他不喜歡撞到它 在嚴重的精神方面 有時候出現了 我叫做Delirium Trimmer 其實是選中醫的 居動神分尖語 還有很多方面的幻覺 他會覺得 聽到一些古怪聲音 或者想像不同的東西 懷疑心很重 他覺得有人想毒害他 甚至乎他會拒絕你給他的藥物 比如說這些是有毒的東西 好,在舌方面 通常是乾、腫、暗紅色的 而且透出來的口水 都是比較黏的 就是條狀的口水 通常也是很難,咳得很辛苦 他經常覺得那個人是 好像逐生逐生 搞得他無法呼吸 亦都很怕躺下 因為他經常覺得 他不敢躺下 他一躺下 他就會逐著睡不著 即是會死的了 所以他不肯躺下 還有很多時候 你會發現他突然一醒了之後 就好像那個人是被人逐生 在喀喀喀喀喀喀 好像是無法呼吸 好,那個男女蛇毒 它通常也會出現一種頭痛 這種頭痛是很激烈的 好像有一種上涨的壓力 一咳咬的時候 那種頭痛是好像湧起來那樣 那樣的 好像血衝衝衝衝向頭部 頭部又又涨 同時呢 她发现她的腿部和手,反而很冰冻 她的头部的血液上去,很轻易,很胀,很痛 但同时,手、腿、小腿,很冰冻 她的胸膛感觉很胀满 不只是胸骨前面,是两旁,整个胸好像很胀满 在肺炎方面,南卫经常都会肺炎 肺炎在左边比较多些 最重要的症状,她会觉得喉咙好像被人困住 封住她,令她要窄息的感觉 所以往往看到,她的颈会打开,她的衣服不会包住 她应该觉得怎样冻也好 还有一个情况,她觉得胸膛好像有些尖堆插痛 尤其是在左边,而且不能有些衣服的压力 她能够拋住她,要很松开,任何皮丹 押住她,她都很不舒服 痰液方面,属于很少 她经常觉得胸后有一块痰顶住 很难才能咳咳 咳咳咳咳咳咳,可能上半路又失去了 她又吸不出了 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说她很怕触摸 因为她的胸部是很敏感、很痛的 不只是觉得有一种压力 比如曾经说她觉得好像窄息 好像有东西沽着她的喉咙 所以任何的压力在她的胸膛都不舒服 她不想触摸那种感觉 有任何东西碰到她的胸膛 她觉得很敏感、很不舒服 同时有一对声音、光、气味 她都是特别特别的敏感 这个就是南美蛇毒的症状 另外一个疗剂叫做Mercurius Recurius 即是水银 水银这个疗剂发病的时间 都是接近冬天的后期 就像刚才的南美蛇毒 都是相似的 都是属于冬天的尾期 在表面上病人通常都是浮浮种种 还有面色都是青青的 看上去真的很病的样子 还有拱的型、水银的型 是比较多些、汗些的 还有她的皮肤看上去 有一种油腻的感觉 在精神状态方面 大家都有我们叫做神分尖远的症状 就像南美蛇毒那样 她有很多疑心很重的 她说话的口词都是有困难 还有说话说得很快 这些字一个跟一个 好像跌下来 有时候突然会说话 有些口吃的情况 通常大家都是很敏忍、很焦虑、很不安的 还有一个症状在水银里看到 人的整体来说有些震斗 你会发现她的手会震一下 有时候觉得她的胃那方面也就是 甚至乎她的面那些肌肉都是抽抽震震的 水银还有一个情况 往往看到她的口角、口肛很多溃扬 还有口水流得很多 不像南美蛇毒 是比较成条的口水 是条状的 这个拱的是流得很多 很多满口肺脂 这些情况 这些肺脂当然有刺痛、有痴 嗨嗨都会很痛 舌头方面 通常拱的水银都是肥的 浮浮种种 色淡 有少少油腻的感觉 还有就是比较酸酸臭甜甜的 那些臭味 好了 拱就记住 是水银 水银是一种寒暑表 所以拱的人 病人对天气温度的差距 是很敏感的 就像唐指表 你太高就知道 太冷又知道 是的 所以病人 你经常都知道 又怕冷又怕热 有时都不知道自己 什么舒服一点 但在口渴方面 拱方面 都是比较南美蛇毒 比较口渴一点 也很中时 是喜欢喝冰水的 在咳方面 拱的咳 通常是肝 有一种蜻蜻声 那种 Hacking cough 而且咳很多时候 是打孖的咳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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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趣 打孖式咳 还有受影响的部位 都是倾向右边 记得刚才说 南美蛇毒是左边的 拱是比较右边 右边右下叶的肺 是比较容易出现的 好了 那个感觉 肺腔的感觉 跟南美蛇毒有些不同 病人通常是咳咳的时候 它可以感觉给你听 它说肺好像爆炸的感觉 好像爆炸的感觉 好了 拱的口水 谈液是比较 比较南美蛇毒多 而且很液体化 很容易流出来的 而且颜色 都是比较深色些 和声臭味 会比较多些 它的特色就是 体温方面 又是怕冻又是怕烟 这两种都很容易出现的 好 接下来再介绍两种疗剂 这两种疗剂是很怕冻的 很明显 它说给你听它是怕冻的 一种中毒的 一种中毒的 差不多是血中毒的 那种状态的肺炎 那病人当然很病 很病 很青 是个人的 整体的表面是很清白的 那间中就有少少泛红的 那皮肤的表面 通常都是湿湿的 而且它流出的汗 是有一些酸的味道的 那记住 那皮肤的重心 它是特别特别怕冻 怕冻都很厉害的 它精神状态 都是很害怕的 整天都好像不安 很不满 很烟酸黑薄的 它病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那它就 很多时候呢 它就会 你会发现 它们是看医生 东看西看 一个看到不满意 接着看第二个 那也可能会告诉你 这个护士呢 做事真是很不妥当的 你帮我换的 就是它永远都在这儿 在这儿慎的 永远都在这儿 在这儿 在这儿 这种这样的 精神的状态 那当然呢 那些人呢 是特别上呢 可以说呢 是比较上呢 是很敏感的 对他周遭的环境啊 任何的 周遭的声音啊 或者有些人啊 他特别不喜欢的 对特别的 照顾他的护士呢 特别不喜欢的 那他说话 都是快快瘦瘦 很稀时好时 说得很快很快的 那有时呢 你都要 要留心听 才听得到 他到底在说什么 好了 那嘴唇方面呢 嘴方面呢 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呢 它们出现呢 是嘴部呢 嘴唇呢 有抛疹的 尤其是呢 嘴角呢 有些爆裂的 还有呢 上唇呢 就比较浮肿 还有厚 还有呢 可能呢 亦都会比较 比较 红了出来的 那 还有一样东西呢 它很多时候呢 你会看到呢 下唇中间呢 有一个很明显的烈痕 OK 好了 舌胎方面 都是非常敏感的 那他通常呢 就觉得呢 那条舌胎呢 就很烦啊 好像烧那种的感觉 尤其是呢 那个舌胎呢 是特别那种 轻轻烧烧烧 那还可以看到呢 口那方面 或者舌胎的两边 或者唇呢 都出现很多些 是非脂 这些这样的东西 OK 那也有时候呢 他除了觉得 他们是 即是那种非脂 很痛 都不能碰 很痛很痛的 很敏感的 而且呢 他们也有一种 一种苦澀的味 OK 好了 那 在这种情况呢 这个 Hepasol 那种病人呢 是喜欢喝一些 即是味道浓一点的东西 就是他不喜欢喝青 就是 喝淡白的水 喜欢喝一些 味浓一点的饮品 好了 那在那个胸糖那里呢 那个 Hepasol 他会 他会 他怎么说呢 他觉得呢 他的胸糖呢 好像很弱的 就是很虚弱的 那种的感觉 OK 另外一个感觉呢 他觉得呢 胸糖呢 有一种刺痛 好像有人拿把刀呢 来刺痛 来刺痛 那种刺痛 OK 那种痛呢 如果他躺在 有问题的部分呢 他会觉得特别痛 就是他不喜欢睡在那里 那种地方的 这个呢 就是那个 Hepasol 在咳 那方面呢 那种病人 也是 咳到 是 呼吸不到气 好像 收窄了 好像 枯住他 那样 那种病人 通常呢 都会 要坐起身 那个头呢 就向后傾 那这种这样的咳 呢 通常呢 就是这种 Hepasol 看到的 看到正形的咳 那温度方面呢 记住呢 我曾经说呢 他们都是属于怕冻的 就是任何冻的东西呢 都是影响他们的 那但是呢 有时候呢 你会看到呢 他们呢 是 会出现呢 那个 那个温度呢 和那个 那个 身体的发汗呢 都是很大量地出现 令到他们很 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的 那Hepasol 那些病人呢 都是 就是睡醒了之后 是特别不舒服 特别差 那还有呢 那个 那个 发病的时间有两段 那是 第一个时间呢 是比较差的时间呢 就是呢 是黄昏六七点钟 那 通常呢 在这个时候呢 那个病人呢 就会 那温度会突然之间 会升高了一点的 那另外一个时段呢 就是 凌晨的两点钟 那那时候呢 那个病人呢 会突然之间 会咳咳咳咳咳咳 很辛苦的 那这两个呢 就是那个Hepasol 那个时段来的了 那待会再回来 继续今天的 自然疗法与你 今天的题目就是 肺炎的同类疗法三 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 28824848 网站 网站 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第三节 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今天的题目就是 肺炎的同类疗法三 好,麻烦宇珍继续帮我们介绍疗剂 最后一只疗剂是野角 Rustox 一个属于比较怕冻的疗剂 野角的肺炎通常如何出现呢? 通常都是慢慢来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那个起因病人是冻了 濕了 在一个又濕又又冻的环境 受了寒 很多时候野角的症状就是这样出现 当然你望上去 野角都是青青的 蓝蓝 青青 阴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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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的 还有很多汗 而且很有趣 你会看到嘴唇很仓白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它在早期出现很多抛尘 嘴唇的水泡的抛尘 有些在嘴唇或者口看那方面 当然是个人很不舒服的 很不舒服,很紧疹,情绪很低落 个人好像没有希望那些感觉 还有一个很有趣,他们是很喜欢动动的 他们不喜欢这么睡这张床 就算不舒服也好,他们都要求你可不可以让他起床 让他走走走走走走走,他会觉得会舒服些 也有当他臣脂开始变成为神温尖语的时候 也有一样说话是陷陷糊糊糊的 还有说话好像有些人想毒害他 最重要是身体的预言是很不安不安,想要动动 在舌胎的舌头有一个很特别的 他发现舌胎本身的舌胎整体是比较白的 但舌尖有一个三角很红的三角 舌胎整体慢慢变成啡色 特别来到干,以及有一种金属的味道 他们通常很喜欢口渴,干得好像要发烧 而且他们喜欢喝,要喝凉水才会舒服 咳得很辛苦,就是一种很要命的咳 而且他有时咳的时候,好像胸部的中间和胸骨后面 有不同的刺激令到他咳 他们呼吸也是很短,很短速,很快,很辛苦的 那个root stock,野角形的病人,我刚才所说是很怕冰 在任何的情况之后,他就抱着皮子 你稍微揭一揭开的皮子,它就会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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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得很辛苦的了,也有时候喉咙的咳咳就出现沙牙 不同程度的沙牙,那个椭液的口水也是比较多些 有时候暗色,甚至有所谓的血色 体温也是这样的,有一种波动性 有时候就会高高低低,而且你看到他的蜜薄 有时候快,有时候就会慢了些 这样的,这个呢,时间方面就讲一下 那个野角呢,他发病的时间呢,最差是什么时间呢 通常是晚上的时间的,日后就是比较好些的 而且通常在晚上的时候,他特别不安,忧虑 还有呢,常常就要隔离一张床 那这些呢,就是那个野角的肺炎的病人呢 是表现的那个症状了 那你们已经看到了,在同学疗法呢 在那个处理的肺炎呢 第一,要看不同的阶段呢 我们去考虑不同的疗剂 但是每个疗剂呢,都有它的特性 所以呢,作为一个同学疗法医生呢 是需要一些经验呢,是可以观察得到 那大家,如果真的遇到这些情况呢 大家记住,都需要很小心 在多方面呢,是了解那个病人的病症 表现的方法,他的体态啊,他的精神状态啊 他的妥逆啊,皮肤啊 其实很多方面呢,我们都要考虑的 还有,什么时间他会差,什么时间会好 那所以呢,在同学疗法呢 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都不是容易 但是呢,如果你找得到呢 那个效果仍然是很惊人的 嗯,是的,相信今次这样呢 待阿袁先生再详细地解释了的时候呢 那希望大家,如果真的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呢 都懂得如何去收集那个病者 或者那些的资料呢 来到呢,去配备的疗剂 那想问一下呢,如果譬如真的 真的有些听众啦 现在这个时候,如果真的 感染到一些东西的时候 或者是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们如果,因为今次 几只的疗剂呢 大家都有一些很相同的 处,也有一些独特的支柱的时候 如果他们一下子,譬如可能就是 譬如,应该是觉得是鱼独特的 但他用了Hepasol 那样的时候呢 那那个病患者的进度 就会是怎么样呢 通常呢,在 Dr. Bollin 的经验呢 他说呢,当然了 你减硬的疗剂很重要的 OK? 但有一些时候呢,你都不知道 应该是对与不对 那你怎么知道你是减硬 或者是减硬了 你会有什么情况出现呢 那你怎么知道 所以呢,在 Dr. Bollin 的经验呢 他说呢,其实呢 如果这个疗剂选对呢 通常呢,是很快的 一天里面二十四小时呢 你会看到那个改善的 OK? 那当然呢 在一些复杂性的疗剂呢 就不像之前那几个情况 可能是十二小时 二十四小时就搞定了 是不是?就好了 那未必的 但是呢,你起码呢 你发现呢 某个疗剂呢 如果是二十四小时里面 都没有什么改善呢 你基本上呢 可以试第二个疗剂的 OK? 因为我都要求呢 那个对的疗剂的效果 应该都应该都很快 那当然呢 要令到病人完全康复呢 那看那个情况 看他的体质 看当时那个病情 是不是一个复杂的程度 有没有很多些 所谓我叫做complication 那些病发症 那些病发症出现 那当然啦 要他本身有糖尿啊 本身有那些心脏病啊 那当然他体质差呢 那这个处理方面呢 就是比较上呢 可能是会複杀很多的 嗯嗯嗯嗯 所以呢 我们经常都说的 就是同类疗法 那个疗剂呢 它有非常之有效的 那个攻下 但是呢 其实呢 它也是一个非常之安全的 一个 一种的医疗的方法来的 那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从这几集里面的时候呢 可以了解多些 那个同类疗法啊 如何处理这个肺炎呢 在现在这个疫症的时间的时候呢 大家保重身体之外呢 也都不需要呢 太过恐慌 是说 没有药医 没有药医 一直呢 一直都是有这个的 医疗方法 可以去处理这个 这个肺炎这个事情 最紧要 大家都是 要保持那个健康的状态的 好 今天我们分享的时间 都差不多了 多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审尋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好 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偷听 拜拜 如果听众想购买今集 袁医生所提及的产品 可以打去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又或者可以浏览陆创意健康店的网址 www.helthshop.com.h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